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开影谈 《时造驻扎杀人案》是一部17年上映的韩国犯罪电影 韩国犯罪电影一直都做得不错 这个电影讲述的是1947年的故事 虽然感觉全面设置的差强人意 但是还是很好的体现了年代感 电影一开头就有人匿名举报杀人 可是被害人只剩下一根手指和部分的血迹 并没有尸体的痕迹 没有尸体就敢举报杀人 这个匿名人也是很溜啊 所以警察也犯了难 一先想要定嫌一人日本人的罪行 却找不到尸体 之后画面一转,女主小白和男主胡子哥相遇了 这个女主也是很厉害 一见到胡子哥就跟他借钱 两个人都不熟 还不上是打算以神相许还是怎么的 小白借钱是想要拿回被司机扣下的行李 还说这个行李很重要 于是胡子哥就心软帮助了小白 看着小白孤苦伶仃 胡子哥还特别善良的把小白带到自己的工作地点 原来啊,这个胡子哥是个魔术师 他就跟小白说了 你既然没地方去,那就跟我住在一起吧 虽然两个人不是睡在一起 不过朝夕相处也能培养感情 要么说还是这个胡子哥的套路似的 果然很快的,小白和胡子哥相爱了 一天,胡子哥在街上看见小白 给一个穿得很风操的妈妈桑东西 胡子哥就问小白到底是什么 可是小白只是说 那人东西掉了,什么都没有 但是很快的,胡子哥发现 小白寄给别人心里的内容 又碰巧看到了小白的行李箱里 竟然有印假钞的铜板 证据确凿,小白终于承认了 原来啊,他的舅舅是一个做印钞铜板的 机缘巧合之下,他拿到了舅舅的铜板 因为小白拿着这种东西 所以就开始东躲西藏 胡子哥看到小白立眼汪汪 一下就相信了 把自己拿到的钱交给了小白 小白一看,知道是一个日本人在找他 表现得很害怕 果然不久之后 小白坠楼死在了胡子哥面前 胡子哥十分的悲痛 决定要为小白报仇 于是,他改变了自己的形象 连牙都拔了 就是为了让人完全认不出自己是谁 胡子哥开始以司机的身份 混起于各种场所 寻找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终于找到了这个日本人 并且凭借着自己的十几嘴炮 当上了日本人的私人自己 做不法生意 总有一天会闹败的 日本人和他的合伙人们自然也一样 日本人一直在寻找印钞铜板 而铜板早就被小白交给了妈妈桑 妈妈桑为了保命找到了胡子哥 他对胡子哥说出了小白的真实身份 原来小白曾经是这个日本人的女人 而且小白被杀的时候已经怀孕了 胡子哥知道后更加痛苦了 原来不止没了老婆 孩子也没了 所以他就做了这个杀人案的计划 原来他就是开头的那个匿名举报人 那只小手指就是他自己的 他不惜看掉自己的一只手 说是工伤 也要诬陷日本人杀人 最终这个日本人被定罪了 而男主又过回了魔术师的生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钱财是身外之物 夜路走的多了 总是会遇到鬼的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见不散吧